阿戴尔单纯的高中女生 不自觉被同性之爱所吸引 埃玛一头蓝发的女文青 高调出柜的年轻艺术家 阿戴尔是一名15岁的高中女生 和其他同学似乎没什么不同 一样和看对眼的男同学约会 看电影滚穿单 但只有她知道 她无法全心全意地爱一个男人 为了不伤害爱她的男同学 她绝情地分手 然后又忍不住在午夜梦回的时候痛哭 日子就这样混沌地过着 直到满头蓝发的埃玛出现了 仿佛一颗明星瞬间照亮了阿戴尔的生活 他们被彼此所吸引 尽管阿戴尔极力否认 甚至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同志和同学大打出手 然而见到埃玛的那一刻 她已经无法再欺骗自己了 正应了拉拉门的名言 在遇到对的人之前 你一直以为自己是异性恋 情投意合的两人 再也无法克制欲望 天雷勾地火爬上船 玩尽各种体位 直至精疲力尽 他们一起逛美术馆参加同志游行 然后像普通情侣一样 见了埃玛开明的父母 埃玛的父母并不介意 女儿的拉拉身份 相反阿戴尔的父母 却没有这么看得开 阿戴尔只能把两人的感情 当作秘密隐藏起来 虽然感情之路有所阻碍 但两人依旧相亲相爱 阿戴尔开始在幼儿园当助教 埃玛则继续搞她的创作 是要以女主人的身份 接待埃玛艺术圈的朋友 就这么一群和自己逼格 不在同一区域的人相处 阿戴尔感到手足无措 无法混入其中 时间长了 当两人的感情趋于平淡 阿戴尔却依然无法成为 埃玛圈子中的一员 慢慢的她感到空虚寂寞 还有点冷 于是情不自禁的 和幼儿园的男老师勾搭着上 好景不长 阿戴尔前脚刚出轨 后脚就被埃玛发现了 两人就此决裂 分手后的阿戴尔始终无法走出 失恋的阴影 她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但时过境迁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虽然两人依然互相深爱着 但却注定只能分道扬镳 最后阿戴尔参加了埃玛的画展 她依然像之前一样 无法融入埃玛的朋友圈 她只能悄悄地离开 留下了一个孤单落寞的身影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